接着就正式为大家介绍这个Scarbertree 如何画出一个简单的动物头型 它的快速画法 那在开始说明之前 我还是要介绍一下橘子老师的超简单系列 在橘子老师的YouTube频道里面有一个超简单系列 那里面呢有很多Scarbertree的这个画法 所以如果大家对Scarbertree有兴趣的话 橘子老师的超简单影片呢 它有非常多的宝物可以偷学 所以也推荐大家可以到橘子老师的YouTube频道来看 那首先要跟大家说明的是 我们通常在画一个动物的时候 都会上网找参考 因为我们凭印象去做构思 或者是做汇聚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些误差 所以呢 比方说像我今天要画的这个 像我示范的这个小海踏 那小海踏呢 其实跟涅齿类的这个头型 还有嘴巴鼻子的形状是蛮接近的 所以我就到网路上去找了涅齿类的这个图片 那找了这个图片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它的鼻子跟嘴巴的大致上的长相 那通常涅齿类的鼻子嘴巴它是比较尖 然后比较接近的 所以说我们了解之后就可以开手来进行制作 好 那我现在重新开一个新的档案 那右下角的这个操作说明 通常我会按F1把它关掉 因为有点点碍事 那中间的这颗球呢 之前在做工具说明的时候 跟大家介绍过 当你的滚轮往下 它会拉远 滚轮往上推 就是拉近 那要开始做头型之前 我自己的习惯方式是 我会使用这个飞标工具 这边顺带一提的是 不管是哪一种绘图软体 3D也好 2D也好 都极度的推荐大家使用快速键 比方说像这个飞标工具的快速键 在后面有个跨弧写G 那这个Smooth也就是圆滑工具呢 它的快速键是B 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放大缩小工具 它的快速键是T 旋转工具是R 然后呢 这个常用的这个Draw 汇图工具 它的快速键是D 然后这个膨胀工具 它是C 那这几个快速键 还有包含我们的反向雕刻工具 它的快速键是X 以及胳膊工具 也是很常用的 在切换这个功能方面 它的快速键是G 那当然一般我们另外用的Ctrl-C 付G Ctrl-V贴上 以及Ctrl-Z去复原 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一些快速键 那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在快速键的使用上面会对我们的绘图速度有帮助 因为这时候我可以两手并用 左手负责切换这边的工具 右手就专心在绘图区做绘图 而不需要左右上下的来回 因为这对我这种懒惰鬼来说 上下来回这样 来回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另外再说明一个快速键是空白键 当你把滑鼠放在绘图区域的时候 按住空白键不放 这时候会出现我们的笔刷工具 这个笔刷工具跟我们左上角的笔刷工具 是一模一样的工具 但是它方便的部分在于 你可以直接在画面上看到笔刷的大小变化 另外有关于笔刷的强弱 这个部分也都是可以做调整的 在这个笔刷强弱的部分在这里也都可以做调整 好 那我用了这个工具之后 通常我会把我的物件缩小 然后笔刷放大 放多大呢 大概可以涵盖整个球的范围 接着在外面滑鼠移到外侧的地方 按住滑鼠的左键不放 稍微旋转一下角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条中轴 也就是对称线被我转到了右边 那转到右边要做什么呢 当我的这个笔刷 也就是移动工具的笔刷 整个涵盖住它之后 我们都知道人跟动物的头不可能是正圆形 当我稍微做一点点推拉 我可以把它做出一个类似像嘴部稳部的效果 类似像这个样子 现在旋转给大家看 那拉出这个嘴巴的感觉之后呢 我把我的滑鼠放在球体的正上方 因为大部分动物都会有额头以及鼻梁 那这个额头跟鼻梁的部分通常是往下凹的 就是小部分的动物它是一个圆弧 所以我要做出像这样子往下凹的一个眼窝加鼻梁的效果 那这时候如果我不改变我的笔刷太大小的话 它通常都是太大的 所以我把我的笔刷放在球体上面 看到我的笔刷大小之后 再按住我的空白键 然后调整笔刷大小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需要的笔刷大小是多大 然后呢 在使用上会更便利 那这时候我们把它调下来一点 哎呦 太凹了 好 我们把它调下来一点点 好 那这边就多了一个凹槽 那多了凹槽之后 我又希望它的鼻子是比较往上翘一点的 我再把我的笔刷放在笔尖的地方 按住空白键稍微调大一点 就是往上翘一点 我们把它挪到侧面来看一下 好 那这是大致上的头型 接下来我们翻到正面 如果说是像这个样子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从上面往下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它就已经可以开始画了 可是我希望啊 我画出来的这个头呢 是稍微有一点点像Q版 可爱版的效果 那这时候我们就必须去处理 我们脸颊的部分 如果有看过这个黄金鼠的话 然后说 嗯 像 这个 小老鼠 像这个 小松鼠 它的脸颊通常会有一对腮帮子 那有了腮帮子的效果 看起来会更加的可爱 像这个 它会有一对腮帮子 那它会更加的可爱 所以呢 我把这个笔刷放在侧面 我现在用的都是这个飞镖工具 也就是移动工具的笔刷 然后按住不放 往外侧拉 你可以从正面看到它的腮帮子 鼓出来了 像这个样子 好 那大致上做好之后 按住LT 如果你觉得这个位置啊 稍微有点便宜 按住LT 然后呢 按住滑鼠左键 你可以上下左右的去调整位置 我把它调到我觉得比较方便工作的位置 然后滚轮往上推 推近一点 接下来我们把头型整好之后 就可以开始做出鼻子跟嘴巴的形状 通常要做鼻子跟嘴巴的形状 我会使用这个Draw这个工具 它的快速键是D 所以如果你放在这边 把笔刷放在中间 然后按D 它就会变成是我们的Draw工具 但是我现在按了D 没有反应的原因是因为输入法 在Sculptry里面 如果你想要使用快速键 记得要把输入法先改成英文输入法 这时候再按D 你会发现我的笔刷在正中间 但是工具区已经变成Draw这个工具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刷的大小 我一样把笔刷放在我要工作的区域范围 按住空白键 然后把我的笔刷稍微缩小一点 OK 大概是这个大小 我们都知道Zraw这个工具 如果直接画的话 它是往外凸起的效果 但是我现在用Ctrl加Z处缘 我不希望它是往外凸起的效果 我希望它是凹下去 所以我必须动用反向雕刻工具 这时候它的快速键是X 所以我按X之后 反向雕刻工具被我开启 然后我对着这个中间的地方 这算是鼻尖的位置 先左右对称 因为现在有对称些 画出像这样子的一个Y字形的形状 好 接下来画出它的人钟 诶 念齿类算是鼠钟吧 好 不管 然后呢 画出它的人钟之后 我们把嘴巴往下画出一个道歪 你可以让它有一点点微笑的感觉 或者是整个往下都可以 好 滑鼠移到外面按住不放 我们可以旋转一下角度 一开始是长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你单纯这样子做刻画 它是做不出立体感很无聊 虽然这个刻痕已经印得出来了 所以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是呢 我会把X再按一下 关闭我们的反向雕刻工具 我按一下X 反向雕刻工具关掉 当然你可以用滑鼠直接去点吧 但是因为我很懒惰 所以我不想过去 然后反向雕刻工具 关掉之后 接下来我先把它翻到稍微侧面一点点 通常我们在画3D的时候 半侧面是最好观察的 因为你从正面很容易画太多 你看不到它凸出来的效果 所以我翻到半侧面 接着我把滑鼠放到鼻尖的位置 按住空白键 把我的笔刷工具大小打开来 然后呢 调整一下大小 这时候你会发现啊 使用空白键调整笔刷大小的好处就是 如果你直接在你的左上角调整笔刷大小 你完全看不到你的笔刷涵盖范围是多大 当我调好了再回来 觉得太大 还要再回去重调一次 麻烦的要密 对我来说 我这种懒惰鬼 像来来回回太累了 所以我会把笔刷放在这个鼻头的位置 然后按住空白键 接着再去根据我的大小做调整 那大小要调多大呢 就去看各位的鼻子想要多大 通常我会把它调整在这个 Y字形的范围左右 好 调整好之后 我就针对这个鼻子的范围 开始按住滑鼠 然后稍微油搓一下 这个鼻头已经跑出来了 如果你希望它更凸一点点 你可以针对它做局部的点按 我已经做好一个鼻头 那这个嘴巴这个叫做 嘴边肉呢 一字两边叫什么呀 塞帮子吗 嗯 随便啦 我知道 好 然后我也是会用空白键按住往下 稍微调整一下大小 然后呢 让它稍微在这里按住滑鼠不放 我们就可以做出像这样子 嘴巴的效果 那嘴巴的立体感就做出来了 那下巴的部分呢 就是看需求 有的时候我会稍微拉一点点 大概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好 那这个画好之后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线条太明显的话 通常我都会用这个光滑工具 也就是Smooth的这支笔刷 它的快速键是B 然后针对它做一下光滑的效果调整 当然我们的笔刷可以不要使用的这么大 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稍微对它做一下柔化的效果 看起来就不会这么的明显 这个线条不会这么的明显 接下来如果你想要挖鼻孔的话 一样我使用D 看一下左上角 也就是我们的Droid这个工具 然后我再按X开启反向雕刻工具 接下来按住空白键 往下把我的这个笔刷缩小一点 在这里挖一个小小的鼻孔 好的 那我的鼻子嘴巴的部分就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们眼睛的部分呢 通常眼睛会长在眼窝里面 如果你想直接从头的部分 把眼睛眼皮拉画出来 也不是不行 可是其实有一点麻烦的 所以我们会先挖一个眼窝 再把眼珠子长上去 那眼窝的大小一样按住空白键 然后放大你的笔刷 依照你想要的大小放大笔刷 然后在你想要的部位呢 我现在是左右D的这个工具 并且开启了反向雕刻 所以原本是凸起的部分 我现在开启反向雕刻 稍微揉搓一下旋转化一下 它就会是凹下去的感觉了 当然这好像有点太凹啊 有点恐怖 我们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把它稍微推往后一点点 我得到了两个眼窝 那眼球怎么办呢 我们这时候就必须要用到 新增球体 新增物件的这个功能 它的快速键是Ctrl加N 当我选择了新增物件这个功能 它跳出来的是 虽然会问你是想要一个新的档案吗 或者是在原本的工作区里面新增物件呢 我要增加的是眼珠 当然是选择在原本的档案里面 新增物件 选择好之后 你的画面上会出现两个网状的球 这两个网状的球呢 当你还没有点击滑鼠的时候 它会黏在你的滑鼠上 你可以选择让两个球合并 那确认之后 它就只得到一个物件 但是因为我们眼睛是两颗 所以呢 我们把它分开来 看到它是两颗之后 点按滑鼠左键 就会得到两个新的球 那我们原本画的这个 会变成是灰色的 这也是这个物件的遮罩效果 假如你要切换回原本画的物件 你只要按住Ctrl滑鼠 在外围点选左键 你可以切换回原本的物件 当它变成灰色的部分 就没有办法工作 那如果是呢 在白色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做编辑 那这个是示范 好 那如果要再切换回来 Ctrl按住之后呢 点按它可以做切换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去点选 这个物件做切换也可以 好 那这两颗眼珠子明显是太大了 对吧 所以呢 这里我们要用到放大缩小工具 它的快速键是T 当我选择T之后 这个放大缩小工具 我们之前有说明过 往上物件放大 往下物件缩小 所以我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可是如果我现在在这个位置 继续缩小的话呢 到时候我会非常难处理 所以我先缩小到一个大概的范围 然后呢 选择我们的移动工具 也就是快速键G 点选之后 按住把它往两边拖 往两边拉开来 那刚刚我使用移动工具的时候啊 假设是绘制的效果 那是因为我把这个Global再按一次G 把Global关掉之后 它会是像这样子揉捏绘制的效果 那我们要移动的时候 假如我是要往后移动 我必须到侧面 我们把它移动到往后 那要往两侧呢 接近的话 要移到正面 接着我们把它往两侧接近 然后放到眼睛里面 再翻到侧面 我们把它推正来一点点 然后再去调整一下它的大小跟位置 如果你希望它眼睛小一点 大一点 我们都可以在这边做变化 甚至于我现在按住ALT 在旁边把它挪进来一点哦 好甚至于呢 我再按一次T 使用这个放大缩小工具 对着它再缩小一点点 我可以持续的 让我的眼珠子变小 接着我再使用G 也就是移动工具 然后它左右稍微移动一下 那放到你觉得OK的位置 那目前眼睛的状况就已经好了 当我们做好眼睛之后 我想要回到原本的地方 然后呢 再把耳朵接上 这时候耳朵 一样要再做另外两个物件进来 可是因为哦 如果另外两个物件进来 我还得去做放大缩小和麻烦 所以我我自己的方式 就是如果它没有特别大 我会点选原本 没有做过改变的物件 这两个圆珠子 只是做放大缩小而已 都没有做过异动 所以呢 我点选它之后 按Ctrl加C 接着按Ctrl加V 我又得到两个一模一样的物件 当我得到它之后 再去使用T 也就是放大缩小工具 往上让我的这个物件放大 然后用G 也就是移动工具 移回来一点点 调整一下 看它的大小 适不适合 我把滚轮往往下滑 然后让它后退一点 离远一点 然后往上拉 觉得形状不OK 我再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看一下耳朵的形状 假设我是希望这个形状 接下来耳朵这里面呢 应该会有一个凹洞 我们可以用这个飞镖工具 或者雕塑揉捏工具 直接推凹洞 当然我们也可以呢 使用Row这个工具 接着打开反向雕刻 把我们的笔刷缩小 按住空白键把笔刷缩小 然后对它挖出凹槽 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不建议你的凹槽挖得太深 因为如果你的凹槽挖得太深的话 到时候列印会发生一个状况 就是你里面势必要加支撑 那加了支撑呢 拆了就会很丑 所以通常不建议挖太深 那画好之后 如果你觉得这个耳朵的边缘太圆弧了 好像是那个面团做的 有点不自然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V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锐利编工具 去处理锐利编 不过记得这个反向雕刻工具 也就是X要把它关掉 然后呢 我们针对边缘我把滚了往前 然后调整安卓ALT 滑鼠在外面左右一条 然后呢 我们可以针对它需要锐边的地方来回涂抹 当你做了来回涂抹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边缘变锐利了 那这不够ALL怎么办呢 我们一样用G也就是我们的飞镖工具 然后往内你可以再做推挤跟挤压 这边说明一下你使用飞镖工具 往内挤压跟使用 DRAW这个工具开启反向雕刻 挖洞两个的差别是 如果你今天使用的是这个移动工具 往内推挤压的方式 如果有玩过黏涂的时候的人就知道啊 你这样子往内挤压 后面势必就会出现凸出来的效果 那可是如果你使用的是DRAW这个工具 去做凹槽的话呢 我一样用X反向雕刻 那你会发现它的后面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 因为它就是单纯的挖出凹槽 大概类似像这个样子 那如果我画好了 接下来就是把它接上去 可是你知道这样子接上去 看起来像顺丰儿一样 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们还需要再把它缩小一点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放大缩小工具 也是快速建梯 那这时候记得检查一下GRAW 如果你今天使用的是T这个放大缩小工具 而GRAW没有打开的话 它会变成是在物件上的单一位置做放大缩小 你滑鼠点在哪里 它就是对哪里做放大缩小 但如果是你想要整体放大缩小的话呢 这时候你再按一次T 它的快速间是T 你再按一次T 胳膊打开 它就是整体的放大缩小了 好 那好了之后我使用G 也就是移动工具把它移到我想要的位置 所以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我希望我的耳朵呢 是稍微 这是稍微斜上方 我希望它稍微 往上一点直立一点 那这里我们要用到的是R 也就是旋转工具 R这个工具呢 旋转工具 它按住不放 它可以去做旋转 那如果说你想要做一些翻转效果的话 你只要在这里按住不放 再看一次哦 我滑鼠放在中间的部分 我对着它正面 按住不放 往下拉 你会看到一个拉杆 拉杆呢 稍微旋转一下 它就可以把耳朵放到你想要的位置 那我们翻到侧面来看 这耳朵是稍微往后倾的 那如果是我希望它是稍微往前倾的效果呢 我对着到侧面的地方 滑鼠放在它身上 按住不放 找到拉杆 然后呢 把它旋转到你想要的范围 这样子就可以让它往前倾了 当我调整好角度 太往前了 比如说加Z复原 稍微一点点就好了 好 那当我调整好之后 我就可以使用G 也就是移动工具把它装到相对应我想要的这个位置 那如果觉得还不满意的话 上下左右调整都是可以的 那我就画好一个耳朵加头啦 那如果你觉得它太大了 想要再小一点 好好再按一次T 然后针对它再缩小一点 我们都可以做出变化 按G可以移动它 做出各种不同的变化 如果你想要取消我们的遮罩 我们现在是各个零件有各自的遮罩 你想要取消遮罩的话呢 只要按住Ctrl 你想要看看效果 按住Ctrl 滑鼠在外侧的地方 随意的拉一下 遮罩就取消了 那我们这样子一个 灭齿类的头就画好啦 当然如果你今天想要画兔子的话 你的耳朵就画大一点也可以的 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脸 那脸颊的部分 我觉得它的这个膨胀的幅度啊 腮帮子不够可爱 我希望它有一点点鼓鼓的感觉 我希望增加腮帮子 这边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说 我们可以用膨胀工具来做 C用膨胀工具来做 这边可以做膨胀 可是如果你将遮罩取消 现在是整体都能编辑的白色状态之下 你使用任何工具 哎呀对不起 这个忘了把这个反向雕刻给关掉 按一下S 把反向雕刻给关掉 你在这个白色的状态之下 没有任何遮罩的状态之下 去做处理 所有的物件都会有影响 假设你只是 假设你只是希望它的脸杂鼓起来 这时候按住Ctrl不放 滑鼠按左键在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我们又可以回到遮罩的状态 然后单独滑鼠左键点选你要编辑的这个物件 接着针对你要编辑的区域呢 去做揉搓 你会发现这个灰色的区域是完全没办法工作的 那我觉得刚刚有一点点太鼓了 所以呢我们稍微把它放大一点点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 到这个侧面呢跟它增加一下小脸颊的部分 OK脸颊的部分就找出来了 就有一个可爱的腮帮子 甚至于如果你希望你的下巴再突出一点点 然后你希望整体再往外一点点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地方作为一条 不喜欢工作加力复原就好了 那这个地方我希望它再鼓一点点 好 那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小腮帮子 好 那这个就是简单的动物头的一个画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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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